黑色野兽德里克·刘易斯重量级排名第二 有着黑色野兽支撑的德里克·刘易斯刚刚接受了一份对战安排 而且是比较劲爆的安排 在万众瞩目的UFC229比赛中 对战前Balita重量级冠军加律山达沃尔科夫 这场比赛为康奈与哈比普的对决又增加了浓厚的色彩 这让UFC229更加具有可观赏性 33岁的刘易斯的上一场比赛 在由于被不伤痛结束了一段时间的休整期之后 刘易斯刚刚在UFC226 击败了表现不佳的铁血战士内干落 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双方拙劣的表现而不被观众叫好 刘易斯现在需要一场硬仗为自己证明 刘易斯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 现在的这个安排真的非常棒 我会拿出曾经最优秀的自己 有关伤病 刘易斯说的 我的背部伤病并不是因为注射药物而导致的 而是肌肉的损伤 大家不要再猜测 我是否服用技药了 我现在正在努力进行着相关的拉伸运动 我的体重也将由原来到285磅减到250磅 这将更有利于我的移动并且取得胜利 俄罗斯重炮手沃尔科夫刘易斯的对手 俄罗斯人沃尔科夫也不是等闲之辈 今年29岁 自2009年就开始了MMA生涯 并且是前Baleta的重量级冠军 他的身高和臂甲都在刘易斯之上 直隐生涯拥有30胜6负的成绩 其中有惊人的20场KO获胜 步入UFC之后保持不败战绩 而且分别战胜了温顿 大劳斯特鲁夫等名将 目前上升势头很猛 取得了UFC的四连胜 目前重量级排名第五 有关UFC229的对战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布 请持续关注RFC综合格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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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